在甜心生日的时候,贾乃亮把绿一段束缚语,并陪闻了自己小时候跟甜心照片,而且在闻字当中,我们也能体验到,贾乃亮对甜心,真的是当公主一样宠爱了。 不过这次呢,贾乃亮也只是发了自己跟甜心的照片,以往贾乃亮发的都是全家福,我想是因为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 因为在李小璐出事之后,他们两个作为公众人物,遭到了外界很多的质疑声,甚至就算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事情并没有被网友们遗忘,反而是只要他们两个有一点动态,就会就是重启。 或许只有他们淡出了大家的视线,网上的键盘手们,才会就此罢休吧? 虽然那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,但是事情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,而到了最近事情才划上了句号,李小璐也用过法律,成功为自己洗刷了冤屈,而这件事情的造谣者也接受了制裁,整个事情虽然沉而落定了。 好像又回到了以前,但是李小璐的名声,受到了极大的伤害,她承受了所有的网络暴力,即便是现在洗刷了自己,可是她在观众的形象里面已经不完美了,就连自己的事业,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而作为老公的贾买量,自己也是表示过,不会让甜心跟李小璐受到伤害,他们两个都是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,贾买量近期也是改变很大,将重心也都放在了事业上,而且也原谅了李小璐。 但是,还是有很多网友对此,纠缠不休,就好像不把人家庭拆散就不甘心一样。 不过,现在的李小璐改变也是很大,她参加的聚会,不再是小姐妹的调话会,而是积极的在做公益,甚至在重阳姐当天,还与歌手海红去进老院陪伴他们,还剪了一个刘海,整个人都显得俏皮可爱, 脸上的妆容也不再是很厚重的,整个都添加一丝阳光的气息,或许是因为那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,所有现在也是画风突变,在当时也有网友很疑惑,为什么贾买量跟李小璐不分开,就是为了甜心吗? 其实不是的,是因为贾买量太喜欢李小璐了,在很多节目当中,我们都能看出来,贾买量真的很喜欢李小璐,而李小璐在回到清白之身后,也是陪伴了贾买量十个月左右,寸步不离的陪伴在她身边。 你们喜欢李小璐跟贾买量吗?欢迎在的评论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